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是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这都是家庭治疗中非常重要需要理解的 好 我们先来看家庭系统论 系统论是由生物学家提出来的 被浪费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 那么对于系统论它有几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它认为有机体的维持是各个部分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个意思是说任何一个系统一个组织 它都不是机械的各个部分的相加 那么当人和人或者说这个形成一个系统之后 系统内部就会发生一些相互的作用 所以那么这些相互的作用就会让他们组成一个有机体 他们就会更顺利的去运作 那么关注系统的内部和系统之间的相互模式 我们要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模式 而不是研究孤立的各个部分 另外一个特点是整体是大于部分的总和的 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动态关系 比将它简单的相加会有意思的多 这个是听起来都是比较学术的 那现在我就用一个比较非常简单的例子 来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做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 我们现在有二胎的政策 有的就父母开始要导二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家庭中本来有一个孩子 然后有父亲母亲和孩子 那么是三个人 那么等到老二出生之后 这个家里面变成了四口人 但是真的只是增加了一个人吗 还增加了其他什么呢 老师你好 增加了有这个父母子女关系 可能还有那个祖父母跟这个子孙 就是孙妹的这种关系 祖宗关系 增加了亲子关系 对 对 可能跟他的一些直系的 还有旁系的这些亲人 这些所谓的这些关系吧 就是亲戚之间也会增加了很多关系 对对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 在这个之前这个家庭中是没有的 当有老二出生的时候又多了一个系统 就兄妹 对对对 我们叫手足关系 所以虽然只是增加了一个人 但是你看到不仅仅是加一 而是加了许多 加了新的母子关系 父子关系 或者也有可能是母女关系 父女关系 那么还增加了 如果老二出生之后 家庭的养育负担比较重 我们会请祖辈来抚养 这个时候又增加了跟祖辈的关系 那么祖辈进来之后呢 祖辈和他的孩子也会也是一个亲子关系 那么又会增加婆媳关系 或者翁婿关系等等 那还有一个新的关系的增加 就是在原来这个家庭系统中是没有的 那么就是手足系统 又增加了手足系统 所以说系统的一个特点就是整体大与部分的总和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有就是有机体的维持是各个部分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那么整个这个家庭系统的运作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的 那么每个人就像一个棋子一样 在这个家庭系统中相互影响 每个人都会受到别人的影响 而你的行为又会影响到什么呀 其他人的行为 大家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是一种相互作用的 那么家庭就是一个系统 但是呢在家庭里面又有若干个什么呀 子系统 同时家庭这个系统又是更大的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 所以家庭系统也会受到社会系统 其他的比如学校系统 或者这个社区系统的影响 或者整个文化系统的影响 所以每个子系统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又牵制促进家庭系统的有序运转 家庭系统的内部成员之间是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相互牵制的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当你在管教一个孩子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妈妈 你正在管教这个孩子 你说他太磨蹭了 然后你非常非常生气 甚至就准备要打他了 这个时候 你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一个系统呀 这是一个什么系统 亲子系统 对 好 你学了心理学的知识 然后你用一整套的方法 你就要成功了 你就要对他进行非常有序的管教 比如说你用行为主义的方式 然后你对他进行做错的事情 你要对他进行惩罚 就在此时此刻 孩子奶奶出现了 奶奶会说什么呢 奶奶会说 你怎么可以打孩子 长这么大 我从来都没有打过他半个一个指头 你怎么可以打我孙子 好 这个时候 大家猜测一下 在这个场景下 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会发生 这孩子立马就觉得自己有靠山了 然后也会发生 婆媳之间的这个冲突 好 这个孩子会有靠山 这个孩子会做什么呢 会怎么样呢 这个孩子可能就会 立马他的行为就会有一个反转 会有反转 对 因为有结盟了 对 那么婆媳之间会怎么样呢 什么冲突呢 婆媳之间可能 因为我遇到一个案例 可能就是类似于这样 然后他那个爸爸就跟 就跟他那个婆婆 又也结盟了 然后这个妈妈就感觉非常的孤立 无助 OK 你这个案例更加的复杂 也就是说 刚才还是 妈妈孩子 还有奶奶 这个时候 当奶奶去 去指责 媳妇的时候 然后呢 丈夫 对 丈夫又加入了 因为丈夫 她的 肯定马上是跟自己的妈妈 站在一起 她这个界限不太清晰 然后这个丈夫就又开始指责 她的妻子 你怎么可以那样跟我妈说话呀 对 现在就整个就乱了 真的是 这本来是一个系统 对吧 在工作 那么本来这个 其实我们这里面 等一下我们会讲 系统的特点是 它是可以怎么样 自己维持一种 自由的内在的一种什么呀 平衡 它有一个组织的特点 她可能 而且这个妈妈呢 也学过很多的知识 马上就要成功了 但是当另外一个系统进来的时候 这个奶奶一进来 那么就有新的系统了 什么系统 祖孙系统 和婆媳系统 对 奶奶一进来 就增加了这两个系统 所以当奶奶进来 这个互动 那么这个系统和系统之间 就开始相互发生 怎么样 影响了 本来就已经乱作一团了 然后这个丈夫又在怎么样 加点乱 再搅回一下 所以这里面又出现了 新的系统是什么呀 夫妻 对 然后还有丈夫和婆婆 他们之间的一个 亲子 亲子系统 所以这个亲子系统又会影响到夫妻的系统 祖孙系统会影响到原来妈妈对孩子的那个什么呀 亲子系统 所以非常好 大家有非常好的系统的视角 我们家庭治疗就是要用这种系统的视角去看 所以说你看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系统 当两个人进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四个系统 而且这些系统之间在相互影响之后 就不仅仅是四了 可能变成了六变成了八 所以整体就大于什么呀 部分的总和了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管教的事件 最后就会升级到 由于系统之间相互的牵扯和影响 就会上升到一个什么呀 家庭的矛盾 甚至就会变成一场家庭的冲突和战争 那么大家一听哦天啊 这个好乱呀 那是不是说系统越多就没有办法工作呢 不是这样的 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系统 那么只要系统和系统之间 能够按照一些规则去运作 那么这个家庭就会是健康的 但是往往很多的成员 并不知道这个家庭的系统怎么样才能够健康的工作 那我们作为家庭治疗师就是能够 我们自己首先清楚系统的特点是什么 而且我们也知道系统之间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健康的工作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系统的特点 系统的特点 那么系统它可以有一种自组织的特点 什么叫自组织呢 自组织的意思是说系统会按照互相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 而又协调的自动的形成有序结构 这就是自组织 自组织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当兄弟手足两个孩子吵架的时候 如果他来告状这个家长没有去干涉的话 那么这两个孩子最后会怎么样 对他们自己会在内部通过不断的互动形成一种什么呀 规则 比如说可能哥哥会比较强势然后打弟弟 那么弟弟呢慢慢也会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下找到自己活下来的方式 他会怎么活下来呀 他有可能比较什么呀 讨好他的哥哥呀 或者是很顺从呀 或者是趁虚直入 当哥哥不是那么留神的时候怎么样 去攻击他呀等等 所以他们之间就会 这叫自组织 这个系统它就在内部 它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有默契的一种规则 然后来让这个系统可以怎么样平衡 可以运转下去 这就是自组织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去打破这个什么呀 自组织 往往在现实中一般如果老小去告状 妈妈 然后哥哥打我 然后妈妈第一句话马上是说什么 马上就去走到那个哥哥面前 你是什么呀 哥哥你是姐姐你怎么能不能让子弟弟呀 当人们去说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从系统的视角来说 这个妈妈就已经去影响了那个什么呀 手足系统 自组织的特点 你就记住一句话就是说你只要自组织就是说你只要你什么都不做 他就会按照他的什么呀规则去运转 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有序的一种方式 只要做了事情那么就会改变这个系统的什么呀运转 你只要改你只要做的事情 所以说所有的到最后我们可以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化 所有的家庭问题基本上都是人们在这个系统中做了一些手脚 所以才会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说这是自组织他的特点就是说他可能会维持内在的一个有序 另外一个是系统的自我的平衡 系统自我的平衡 什么叫自我的平衡呢 也是刚才我们所解释的 就是他自己是通过一种方式去妥协 然后去协调然后去找到这个系统运作的一种方式 然后维持一种平衡 无论这个平衡是健康的平衡还是一种什么呀 非健康的平衡 所以这叫系统的自我平衡功能 好那么我想现场给大家 我们用两个人来演示一下什么叫做系统的自我平衡机制 好好现在我们请两位同学来演示一下关于系统的自我平衡 那么现在他们两个人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说这个系统他本身是处在一个平衡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其中的有一个人会发生一些改变 好所以就请他好当他使劲扯他的时候 他刚开始是抵抗了一下 但是最后他没有办法了 他就只能跟随着另外一个人往前走 所以到最后他们就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你就一直往后一往后走 然后他就跟随对这是一种平衡 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个人是主导者 一个人是跟随者 他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新的平衡 但是如果这个其中的这一位他不想跟随他 那当他发生改变的时候 他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那么就是另外一种状态 对相互拉扯 对相互拉扯 那么他们在相互拉扯的过程中也在维持一种平衡 是他们系统内在的一种平衡 那如果拉扯的太累了 他们有可能 对实在太累了 对谁也不想拉扯 那么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平衡 这也是一种平衡 那么这是系统内在的自我的一种平衡 还有一种可能我来展示一下 可能就是我们都你往后撤 我也往后撤 然后我们两个劲 我也相当 这个时候我们也维持了一种什么呀 平衡 假设说我们之间是维持了这样一种平衡 你感觉怎么样 我也感觉很紧张 所以这样的平衡是很难维持很久的 这个系统就会 自己会想一些办法 比如说我们可能 哎呀算了别吵了和解吧 或者说 对或者我们可能 找到了各自相处的方式 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 或者找到了一个合适的 什么时候应该两个人是这样子的 什么时候我们来可以这样子的 我们就会找到适合我们这个系统的一种方式 然后让它去运转下去 也就是说我们要活下去 但是也有的人 当我们在这么张力的一个系统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下意识的动作就是我不喜欢这样的 那么我想要怎么样 拉一个人来缓冲一下 对 我会拉一个人 那么当我拉这个人的时候 那么你也 你也会怎么样 想要拉他进来 那我也想要拉他进来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系统就 之间的这种平衡 自组织的 就被打破了 打破之后 我们就不是再处理我们系统内部的问题了 而是去处理 和他之间的这种什么呀 竞争了 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 我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就被什么呀 掩盖了 搁置了 然后 但是在竞争的过程中 我们两个处在一种虚幻的平衡中 因为我们不直接交战 我们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就是在用这个新的系统中的一个成员 来缓解我们这个系统中的什么呀 压力啊 好 所以 这样 由于其他系统中的成员的加入 那么我们本来这个系统内部的自组织 就被怎么样 破坏了 那么他的自我平衡的功能 也被破坏了 这个时候 在家庭中 往往一般是 夫妻之间的争执是比较多的 冲突是比较多的 当这个冲突没有办法被解决的时候 这个第三方的成员大部分是什么呀 孩子就会介入到这个系统中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下 这个孩子他就承担了他不应该承担的一些压力 他承担了夫妻这个系统中的一些什么呀 压力 那么当这个孩子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行为呀 或者心理上的症状 所以在家庭治疗中 我们就认为这个症状是有他背后的什么呀 意义的 这个症状不仅仅是一个症状 所以通过这个演示 是想让大家知道系统它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系统它本身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自组织和自平衡的特点 好 系统的思维 大家要在任何的时候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包括后面我们会学到一些互补性启迪的技巧 其实都是一种系统的思维 当一个人做了什么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共情他 第二个反应就是说 你就会想 那么在他的环境中是什么因素 或者说是什么人让他做了这样的行为 所以这个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要有的一种思维 时时刻刻都要用系统的视角去看 当一个人抱怨什么的时候 我们不再只是去共情他 而是去看他的环境 发生了什么 让他的丈夫或者说让他的妻子 或者让他的孩子会出现那样的行为 这就是系统之间相互的影响 所以我们基本上用两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来呈现了关于系统的一些特点 好 优优独播 和这就是任何人 是或者禁止去 从几个人 我们就看 这就是任何人 所以我无视